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粪铁扣0.3 然后打到气息 出道气息至少扣0.3 它是采用核物品身 三天以后下方允许的 像这一套动作只能出现两次 它中间出现一次 下方还可以用一次 那么如果出现三次怎么办呢 咱们一般都是先算你的下方 然后在中间去掉一套 纳尔梅托福这一年 我们看这几个招插腿动作 其实完成的还是非常潇洒 非常漂亮的 它重心非常高 而且它这个甩起来以后 幅度也非常大 就是非常遗憾 它在这个过了上半套以后 下半套开始出现问题 13.575分 越南选手得了13.575分 来看一下印度选手 迪帕 卡马卡 他这个很有意思 前手帆直立节奏帆 对 这个动作也是我们在 至少是亚运会赛场上 还没有看到有印度人采用 完成的也还不错 但如果从这个慢动作 可能我们看出质量 可能是相对差的 因为它腿稍微有点弯曲 但是这个动作非常的难 不好做 因为它一直要挺着来完成 它这个叫什么 它的速度要非常的快才行 它的水平速度要快 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一个5.0 那么像这类前手帆的动作 助跑要快 而且要求制动角度也大一点 制动导度太小的话 它不利于水平速度 那么翻转能力就差了 不利于第二通空的高度 另外一个推称的时候 白腿要晚一点 白腿一定要忙 这样的水平速度 垂直速度和翻转速度就快了 第二通空也不会太低 那么第二个动作 它必须要采用主缘类的和剑的上板类的动作了 它不能再采用这个先手帆的动作 好 13.075 或者别个四弹选手 13.075 第一跳 要看它第二跳 重量力的动作 很遗憾 这个动作太 就是地分太低了 对 因为它做了一个侧风弯 是4.4的难度的价格 好 那看一下滕海斌的这套按马的动作 这是雅典奥运会男子按马的冠军 这是今天按马比赛里面一个最大的亮点了 是一个码头侧升 两次打滚360 马上紧接就一个无关的大旁 马上稳住 得挺360 紧接着做了一个两环当中的费多尔琴克 滑头侧升全权前移 三分之三 然后是一个斯维多后移 这是0.8 两个动的0.8 滕海斌 滕海斌这套漂亮的完成了 对 滕海斌这个让我看来真是不愧为一名这个酒精沙场的老将 他其实在一上来的这个上半套呢做起来有一个这个移动啊 其实有一点失重 我们看他有一个小分腿 但是他很快就给自己调整过来 就说明这个运动员啊在这个掌控自己的这个能力方面也是特别的强 刚才我们看前两位选手也是有点状况的时候自己不能够让自己调整回正常状态 我们看这是吴国年大扒这个地方在码头的时候有一点悬但是他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一个是老到再一个就是他调整自己的能力非常强 因为这个安马就像我们的平衡木你很难免不会出现点状况 印度选手得分13.40分就在出现状况的情况下就绝对不能慌要让自己调整到位 这是韩国选手赵贤珠 来看他的第一跳 这个七百二对他来说太勉为其难了 见着后手翻直击空翻转几七百二十多 结果失败了 这个教练好像看起来比他本人还惋惜 但我相信这个印度员肯定也是 因为他前面准备的虽然是我就跟黄秋爽比起来的没有那么富裕 但是还是能够很顺利的完成 但这一发挥的其实实在是太糟糕了 而且他的落地给人感觉很悬 其实他还不如选择一个简单一点的 我觉得他是技术要领没有掌握 因为他的空中的高度完全足以让他完成转体七百二这个难度 他现在这样一趴地也透过一点零 他的难度是可以竞争前三的 因为现在跳五百 那个五点八的 这个七百二的只有黄秋爽 一个他是第二个跳 他的难度 但是他的完成情况 不行 一趴地 1.0 也就是说他就退出了前三名的紧张 我希望他没有受伤 因为他的落地看起来比较狼狈 哦 滕海斌的得分15.35分 起平分6.4 是我们目前看到出场的运动员里的地分是最高的 现在安马呢 滕海斌是个亮点 但是安马比到现在我们有一点小遗憾 就是没有一个运动员做托马子拳拳的 那么这类动作虽然难度不高 但是作为观赏 现在来讲应该有一些 可惜的是没有 这是个小小的遗憾 我相信这个韩国选手对自己可能期望值得 也是比较高 所以他一下落成这样 他自己可能也是很很失望 其实他作为540的话 还是有富裕的 选择540的话 虽然都低了0.5 但是更明智 只得了13.3 希望他能够很快调整过来 把第二套跳好 第二套是要选择向前的动作了 他做的是跟黄秋爽一样的动作 现在转起180 前手翻直立肩上转起180 对通过我们刚才看到他的这个表情 我们能体会到就是他其实跳的是跟黄秋爽的这个地分难度一模一样的两个动作 但是如果他跳好的话 还真是有竞争力 但是他现在第一跳就是把动作这个失误的比较比较狼狈 所以很难就再参与竞争了 来看一下韩国选手金志勋 赵贤柱刚才这一套的难度价值是5.6 进这圈马上做一个纵向前移 反马头测程全决后余四分之四 谢谢观看